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天开始 我们栏目将连续五天报道近期我国在重大工程项目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今天的节目 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三峡 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就像是一条巨龙截断奔流的长江 高峡平湖的景观畏微壮观 三峡大坝上下游水位落差最高时超过110米 那么问题就来了 长江上航行的各类船只怎样通过这100多米高的大坝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这里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长江三峡大坝 9月18号 一个举世瞩目的工程在这里揭开了神秘的面上 它就是三峡生船机 作为工程的收官之作 三峡生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的永久通航设施之一 不止在枢纽工程左岸 三峡生船机过船规模3000吨级 最大提升高度113米 呈船箱及其设备加水后总重量约15500吨 只需约40分钟 就可以完成近40层楼房高度的垂直升降 有人将它形象的比喻为船舶电梯 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和技术难度最大的船舶电梯 9月18号开始 三峡生船机进入了为期一年的试运行阶段 工作人员一方面要通过试运行熟悉各个环节的操作流程 一方面要在现场进行相关调试 确保三峡生船机在正式通航后运行的更为平稳安全 对于他们来说 每一次船只的通过都意味着异常考验 监测检测的这些信号的稳定性 还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运行的考核 10月9号对于生船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生船机将第一次同时通过三艘船舶 下午4点三条船缓缓驶入船箱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船只依次驶入船箱 封闭门升起 船箱与下闸手门间隙的水被排除 船箱开始平稳上升 约9分钟后 三艘船舶从84米高程提升到173米高程 驶入上游 随后三艘船只又从上游返回 船箱定理 新疆新疆船舱定理 在四周船船 你就直接清乡开心 好嘞好嘞 直接走投船 好的谢谢 从上游隐航道驶入船箱 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三峡工程的全貌 升船箱位于整个三峡枢纽工程的左岸 隐航道与水面形成一个巨型大门 仿佛在夹到欢迎往来的船只 船只请注意 现在关船箱 请注意安全 进入船箱 上下游水位之间的落差清晰可见 升船机的作用 就是要让通航船只顺利跨越 这最高可达113米的水位落差 船只请注意 现在开始下行 请注意安全 在傍晚的天光中 伴随着路灯昏黄的灯光 船箱开始缓缓下降 如果不是依据两边滚动的钢绳和前方的参照物 站在船箱里几乎感受不到船箱的运行 晚上六点半左右 船箱顺利到达下游水面位置 今天的试航也顺利结束 在常人看来 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似乎只是电梯的升级版 但是为了研发制造出这一目前全世界技术难度最高的生船机 几代人都为之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田永元 国内著名通行建筑物专家 1962年大学毕业后 田永元便加入了当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 那时的中国就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在长江上建设大坝 并能顺利通行 而田永元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研究三峡生船机 从此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我们当时主要是熟悉一些这个三峡的一些情况 树柳的要求 还有呢就是熟悉一些有关生船机啊 同行建筑物啊 这个国内外的资料 当时国内的资料是比较少的 主要是国外的资料 在生船机技术比较成熟的德国比利时等国家 生船机主要是应用在运河上 水流平缓水温条件相对简单 而要在三峡大坝上建造生船机 却必须面对极为复杂的水温条件 它的上游水位便幅是从145米到175米 有30米 你要在这个30米的高度上 任何一个高度都要使这个 生船机的沉船箱准确停靠 下游的水位便幅呢 也接近12米 它的便率也比较快 就是受到发电泄洪 以及船渣泄水的影响 这个下游航道里头水位便幅比较快 一个小时可能会达到一米 它又要适应这个水位便率快 这样一个特点 这个两个特点 在国外已经建的生船机当中都是没有的 1983年 田永元参加了国家生船机联合考察组 赴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实地考察 最终专家们选择了两种方案 分别是钢丝省卷阳室和齿轮齿条爬升室 我们做的时候就是 因为两个方案都是可行 都是安全可靠的 那么钢丝省卷阳的呢 它的造价比较低 齿轮齿条爬升的 这个造价比较高 在当时论证的这个期间 国内制造有一定的难度 1985年 全平衡钢丝省卷阳一级垂直生船机 作为推荐方案得到国家批准 但即便造价较低 考虑到当时的国力 这一项目何时能实现 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看看总觉得希望不大 要做这么大的工程啊 恐怕一下子可能不是能够上得去 1994年三峡大坝正式动工 但是作为三峡大坝主体工程的一部分 三峡生船机却迟迟没有动静 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的情况 只要有一千万吨提高到一亿吨 那已经足够了 是这个感觉 是不是生船机就不要了 那么还有一种意见呢 就是生船机的形式 就是担心生船机能不能成功 所以这两个因素呢 生船机就缓建 最初三峡生船机选用的方案是 钢丝绳卷阳市 但是作为远中国长江三峡总公司总经理 2003年70岁的陆又梅 考察了德国的尼德芬诺生船机 这座当时已经安全运行了70年的生船机 采用的是齿轮爬升方式 尼德芬诺生船机是运行了70年 我那年正好是70岁 今年我已经83岁了 那么70年 它运行了70年 没出现任何问题 只有换过一次钢身 2003年9月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通过了全平衡齿轮齿条爬升 长螺母柱短螺杆安全系统 一级垂直生船机技术方案 并恢复三峡生船机建设 同之前的钢丝绳卷阳市方案相比 这一方案在提升可靠性的同时 也给国内装备制造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个里头任何一个 就是像那个船箱的结构 像我们那个爬升的机械结构 我们的安全装置 我们的上下的这个闸门的那个 在国内都没有的 纽新墙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三峡生船机总体设计由长江设计院负责 其中生船机主体设备的初步设计 由德国一家公司完成 再由中方专家进行评估论证 作为国内第一台千吨级以上的齿轮齿条 爬升式生船机 这一方案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 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第一次建造 生船机它一级 而且是3000吨的通航规模提升高度 达到了113米 而且是在这样的枢纽上面 也就是它的通航的水流条件 非常复杂的 这样一种综合技术难度如此之大 规模如此之大 在世界上没有的 纽新墙院士告诉记者 从上世纪50年代算起 国内先后有100多家单位 数千名人员 投入到三峡生船机相关课题的公关中 随着齿轮齿条爬升式方案的推出 又有多家国内装备制造企业投入研发 摆在这些人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 三峡生船机究竟能否建成 早在1788年 英国就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化生船机 1934年 德国建造了尼德芬诺垂直生船机 生船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提升的船舶吨位增大 提升的高度增加 类型也不断增多 但是像三峡生船机这样的规模 在世界上都没有先例可循 这也给技术公关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了验证三峡生船机的原理 国内先后在湖北青江隔阂岩和福建水口 建设了两座生船机 作为三峡生船机的试验机 三峡生船机的中间试验机 就是青江隔阂岩生船机 应该是93年开始启动了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团队 当初90年初主任团队 就参与了这个青江隔阂岩生船机的 这个建造工作 2003年 作为武汉船舶工业公司 生船机项目的负责人 张世平重新组建了 生船机项目的团队 此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眼前的这个长方形的部件 就是生船机的主体结构 船箱 三峡生船机船箱有效尺寸 长120米 宽18米 水深3.5米 容积相当于四个奥运会标准有持 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制造 规模如此巨大的船箱 船箱原来我们从70多米 现在做到132米 从最大的1000吨 做到现在的3000吨的生船机 这一块在整体的尺度上面 在结构上面 这一块的处理 包括上面设备量和系统量 是大大多于我们国内传统生船机的系统量 对于黄兴来说 生船机船箱本身并不陌生 国内第一个提升重量为1000吨级的生船机 便由这家企业制造 不仅如此 黄兴所在的集团参与了目前国内80%以上的生船机项目 但是这次作为三峡生船机船箱的总装厂 船箱不仅在规模上 也在技术上给黄兴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此前 世界最大垂直生船机位于比利时中央运河 其过船规模为1350吨级 提升总重量为8800吨 最大提升高度为73米 而这一次三峡生船机过船规模为3000吨级 提升总重量为15500吨 最大提升高度为113米 不仅如此 巨大的船箱还必须在大坝现场安装完成 为了保证家里面预留的这种加工余量 在现场的变形上尽可能小 我们当年在家里面把这个船箱的端头的这个分段 做成了一个整分段 当时最大分段184吨 此寸最大的不是它 此寸最大的是重量分段 它的重量只有120多吨 但是它的尺寸达到了24米5 然后高度达到了10米 整个船箱结构重量约为5000吨 需要分段进行制造运输 最终在现场焊接拼装 这里的难点在于 如果分段多了 现场焊接拼装变形更大 精度难以控制 如果分段少了 运输和现场吊装就会困难重重 最终黄兴决定将船箱分为51段 整个132米长的船箱 要求的最后 全部到现场分段焊接完了以后 成型以后 要求是正负10个毫米 这个公差 只有几毫米的误差难度巨大 即使是只考虑热胀冷缩和变形 也可能会超过这个标准 而为了保证现场的安装精度 黄兴不仅在电脑上通过纺针进行模拟试验 还在出厂前组织技术员们 在工厂内将51个部件 进行了一次完整的拼装试验 比如说现场现在的船箱是怎么样 家里面除了煤焊以外 全部把它组装了一次 这样的话把所有的接口问题 全部消化了 检验包括核对我们的所有数据和接口 把所有的余量全部切勾完 所以我现场是无余量的 我们2010年总报这个三峡生传机项目开始 相后克服了29个核心公关项目 应该说我们申请的专利也有27项 后面还有一些专利会要申请 三峡生传机是国内第一个采用 齿轮齿条爬升式方案的大型生传机 在船箱四周的混凝土结构上 镶嵌着共计由104节齿条 拼装成的四组大型齿条链 这是三峡生传机 区别国内以往钢丝绳 卷阳式生传机的一个关键部件 其中单个齿条长约4.7米 宽1.2米高0.5米 重约为10吨 你像那个齿轮齿条 它的机械上面就有个参数 就是这个魔术 对吧 是62.67 就这样一个魔术 这个在国内外 而且超乎当时国内的制造能力 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 当时对于这个齿条 究竟能否制造成功 没有人有十足的把握 国内也有一些专家 表达了否定的看法 2008年 三峡集团在全国选择了 五家装备制造企业 制造齿条样件 最终这一课题 落在了中国二重的肩上 由于三峡生传机的齿条 是在露天环境使用 润滑状况较畅 加上规格和载重 都远远超过 以往生传机的齿条 这给制造提出了 严苛的条件 基本上呢 我们核机断电的 这个要求 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水平了 就是核电站 对 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这些要求高了 就带来后续制造的 一系列的这个矛盾 比如说最突出的矛盾 就是表战 表战的颗列 是我们当时 齿条研件制造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最大的矛盾 表面脆火是齿条 加工中的一种常用技术 目的在于获得高硬度 高耐磨性的表面 而心部仍然保持 原有的良好韧性 在三峡生传机之前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生传机 使用过如此大型的齿条 作为公司三峡齿条项目的负责人 史苏存发现 摆在团队面前的是一道 没有现成答案的难题 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 最大的这个魔术的这个齿条 采用表战强化的这种齿条 世界上都没有经验 这个这个材料 做到这个表战这么深 硬度这么高 能不能满足 能不能做得到 当时我们心里头也是很担心了 就越往下做越担心 为了完成齿条加工的任务 当时史苏存从德国采购了 最先进的设备 在订购时 史苏存要求德方 先加工出一个合格的齿条样件 当第一个样件铸造完毕 检测时发现 史苏存心里的一块石头 终于落了地 就在大家以为问题解决了的时候 一个意外发生了 他们就把样件一起给我发回来 样件发回来以后 设备还没有到 设备还在清关的时候 样件过来以后 我们把样件大概一看 肉眼已经看到 样件上就是有很多裂纹在上头 这就是延迟裂纹 里头这个硬度状态比较大 它自己释放硬度过程当中 它自己就裂掉了 后来我们把这个消息就告诉德国 我说这个齿条又裂了 他们都不相信 过来他们也过来看 他们一看他们也傻眼了 说他们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寻求世界最先进的德国技术 却没有答案 摆在史苏存和他团队面前的 只有一条路 自主研发 为了试验 团队先后制造了十几个齿条样件 作为试验品 进行参数的调试和分析 前期的从毛皮到我们表站 大概有十几个齿条 是废掉的 十几个齿条 那这十几个齿条 对于您来说 可能成本也要增加不少 从我们金家工件来讲的话 一根齿条组件下来 大概就得要百八十万的成本 如今在工厂的车间里 依然可以看到 当初试验留下的样件 这些样件上的裂纹 无法用肉眼看到 只能通过特殊的仪器来监测 而为了生产出一个合格的齿条 使苏存和团队 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做了近三十组试验 做一条不成功 做一个不成功 越往后做压力越大 当时距离交付日期 只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 2011年11月 一个新的齿条样件制造完毕 团队所有成员的目光 都聚焦在这个样件的上面 这是三峡生传机 第一节没有开裂的齿条 使苏存和团队的成员们 终于看到了曙光 最终他们不仅成功完成了 三峡生传机齿条项目 也收获了三项专利 在试验行前我去了 非常壮观 我站到底下 感觉到也是很骄傲的 2015年 为了检验三峡生传机 齿条制造质量 国家科技部 委托郑州机械研究所 进行了齿条疲劳度试验 结果疲劳试验机已经坏掉 齿条依然完好 经过初步的试验测算 三峡生传机 齿条的运行寿命 可达70年 如今 这些凝聚着国内制造企业 智慧的齿条 已经安装在三峡生传机上 介绍试运行的检验 所有的技术进步 都来源于用户的客户要求 我想三峡的这个项目呢 它的要求在住建上 在边缘战口上头 在齿条制造方面呢 已经达到世界顶南要求了 所以我们完成了这个要求呢 一个对我们整个企业的制造能力的提升 和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 有很多小年轻 参与了这个项目当中来 很多对我们人才队伍的建设 都有很大的助力作用 技术突破 培养了专业人才 三峡生传机采用的齿轮齿条 爬升式生传机 十分的安全 即使是在船箱水漏空 沉船和地震等 任何事故工况之下 都能够确保 不发生成船箱 坠落等重大事故 生传机的顺利运行 也有效地缓解了 长江三峡通航压力 在三峡生传机通航之前 五级船闸 是三峡枢纽工程的 唯一通航设施 这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内核船闸 全长6400米 其中船闸主体部分 1600米 引航到4800米 截至2016年6月16号 三峡双线五级船闸 已经安全高效运行 13周年 货物累计通过量 9.16亿吨 这个五级船船 每一级等于爬楼梯一样 都要上升二十几米 那么一公分五级给它抬上去 或者下来也都是 就等于个楼梯的概念 那么有一些船舶 可能有警戒任务 那么希望能够快速地通过 那么生传机是一个辅助的 通航设施 有快速任务的 有个别的船 有时间要求的 运送的物质也好 客轮也好 都可以通过 陆又梅院士告诉记者 三峡生船机 作为三峡枢纽的辅助 通航设施 旨在为客货轮等 需要快速通过 或执行紧急任务的船舶 提供专用通道 随着三峡经济带的开发 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长江作为黄金水道的作用 日益凸显 三峡生船机 不仅可以给船只 节约两小时左右的通航时间 正式通航后 预计每年将替五级船闸 分流几百吨的运量 很多生船机 就是有的时候停停开开 就是它当那个河 河道的运量没那么大 长江的运量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 能够保证它 330天能够正常运行 每天22小时能够正常运转的 这样一个生船机 如今距离田永元参与 三峡生船机项目的研发 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在田永元看来 三峡生船机的制造 不仅是完成了一项 世界一流的工程 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 更是为今后国内装备制造行业 培养了一批一流的团队 它最大的优势 是锻炼培养了我们 设计制造安装的 这样一个队伍 这是一个广大的队伍 将来我们在这个领域 我们更有话语权 这样的生船机 可能今后不会再做这么权的 但是通过这个生船机 我这批队伍在家 我这个实力在这个地方 以前船只过大坝都是通过三峡 双线五级船闸 如果进入上游 一搜搜在这货物和旅客的巨轮 要依次进入五个闸市 十级而上步步高 被人形象的称为是爬楼梯 而随着长江水运量日益增长 三峡枢有通航能力趋于饱和 生船机应运而生 也就是在通航河流的大坝上 建造一座供船舶乘坐的快捷电梯 形象的说就是大船爬楼梯 小船坐电梯 三峡生船机投入运行之后 符合条件的船舶 可以借助生船机电梯式的通过三峡大坝 过坝的时间 可以由目前的三个多小时 缩短至大约40分钟 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 三峡水利枢纽的航运通过能力 促进长江黄金水道通航效益 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的充分发挥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